这是1937年由日本的新闻社记者拍摄的天津沦陷前后的实拍影像 影像按顺序记录了日军侵略天津的过程 以及包括对市民发放和检查良民通行证的众多镜头 1937年7月27日日军占领了天津的所有火车站 切断了平津的铁路交通 日租界已开始战争戒严 大战在即 与此同时 中国驻天津29军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等遂于29日凌晨 开始主动对日发起进攻 目标是攻占天津东站和从站 袭击东橘子飞机场和海光四日军兵及日送进 中国官兵在猛烈的炮火下废影拼杀 日军布置极调援军 并在扶晓开始派飞机对中国军队触地和重点建筑展开大轰炸 而中国军队在日军飞机轰炸下连续奋战十数个小时 在面临日军援军合围且无援军之下 指得撤出市区转战到近海马场一带继续抗战 但仍有中国军队留在市区大巷战 此时天津虽已沦陷 但迹象之中仍不断有零星交战 日军开始在室内戒严并展开大扫荡 这是被日军炸毁的天津市政府 此外日军重点轰炸的地点 还有保安队总部和北宁公园 以及警察总部和电话局 此外油务总局周围和南开大学都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轰炸 此外日军还四处纵火 天津的机关用房和民房厂房等有2545间遭日军损毁 另有校舍377间被破坏强占 及53家工厂和企业被摧毁 日军占领天津后 在市区街面遍布港哨 并强制全城便查日本籍 据报道 当时天津一位50多岁的老汉 在日寇侵占天津时 三儿子因拒绝挂日本太阳旗被枪杀 其妻也被日军揭屋致死 老汉博足女儿四宝同样被揭屋 目睹这一幕的老汉悲愤之下 用石灰抹下自己的眼睛 带着哑巴二子和四宝离开天津往南方逃难 沿途拉场子卖场 以自己的亲身遭遇控诉日军暴行 镜头中民众等待领取日军发放的良民通行证 但有证也随时会遭日军检查 其高兴时一摆手放行 不高兴时就故意刁难纠缠 这是在7月29号天津基站同一天 在反抗日军侵略的基东保安队起义事件中 侵占通州的日军伤兵被转运到天津救治 起义事件后 日军展开对通州的疯狂报复 肆意抓捕所谓的可疑之人 据委县长王继章所说 仅短短几天被除死者就有七八百人之多 镜头中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 在天津沦陷数日后的8月4日 到日军在天津设立的陆军医院视察 湘月清司此行的医院 原本是天津福伦中学校 天津沦陷后学校被日军强占为陆军医院 福伦教职员工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下大转移 湘月清司对医院中这些屠杀中国军民负伤的贵子手们 亲切慰问并大力褒奖 同月26日 湘月清司担任新设立的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 指挥河北日军继续侵华